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狼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111集 主办官 吃完面 来到许二郎的房间 在书房里找到了自己的御师小镜 许七安收入怀中 偶然间发现了二郎摆在桌角的几页纸 一用振纸压着 纸张用潦草的字迹写得密密麻麻 是对许七安处境的分析 对司天剑和白鹿书院 能否产生作用的评估 大概是夜深人静时 枯座书房私存 随手写下来的思路 小老弟儿 还是很有几把刷子的 许七安笑了笑离开了书房 他一路快马加鞭赶回衙门 静止去见了魏渊 魏渊早就等候多时了 指了指杨叶身边的位置 温和的说道 坐 杨叶面无表情的把一份卷宗递了过来 这件案子 我让金玉堂 春风堂 镇邪堂 三堂联手去办 主办官是你 许七安吃了一惊 陛下亲子下的口语嘛 目光交汇 许七安忽然懂了 魏渊想通过这件事提拔他 直接委任他为主办官 而不是协同办案 许七安展开卷宗 仔细看完 直接了当的问道 桑坡底下是不是封印着什么东西啊 魏渊眼中闪过一色 杨叶常年没有表情的脸 也露出了吃惊的神色 桑坡里封印着某种东西 这个真相 这是魏渊今早告诉他的 而比他聪明的南宫倩柔 也是在昨晚桑坡发生变故 联想到哪天义父在库房查阅资料 卷宗 这才隐隐有些猜测 但是不敢确认 直到今早 义父坦然的告诉他们真相 可是这个小铜锣 竟然直接倒出了桑坡底下封印着东西 魏渊收敛住意外的表情 说说你的推理 徐清安戴罪之身 巴不得在魏渊面前表现自己呢 桑坡虽然是我们大奉的禁地 但是对外人来说 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恐怕就是镇国神剑 说到这里 他看向卷宗 但上面写着镇国神剑无碍 那么贼人的目标就是其他东西了 所以魏渊猜测 永镇山河庙里肯定有什么东西 而这东西又为什么要放在桑坡呢 魏渊再大胆猜测 可能那东西需要镇国神剑来封镇 徐清安其实是在得知答案之后逆推过程 他清晰的思路和缜密的逻辑 剥取了杨彦的认同 对麾下这个小铜锣 愈发的欣赏和看重 不但天资出众 而且聪明 能力强 值得栽培 徐清安试探 魏公是知道的吧 魏渊坦然的摇头 陛下没有明说 但我心里有了几分猜测 他脸色严肃 语气蕴含警告 你的任务 是查出炸毁永镇山河庙是何人所为 追回那东西的事与你无关 遇到无法解决的麻烦 告知杨金罗便是 他会除灭 陛下赐下一面金牌 可在皇城行走 除了后宫和几个特殊的地方 你凭此牌 可以畅通无阻 徐清安领命告退 魏渊目送他的背影离开 听着楼梯传来轻微的脚步 望向杨彦 听说 监政病了 杨彦点点头 魏渊眸子沉静 漠然许久 老东西 离开了好气楼 徐清安直奔春风堂 头 马上召集金玉堂 镇邪堂的两位银罗 在衙门前院集合 速度 李玉川一脸懵 半晌瞪着眼 你是头我是头 小老弟竟然对他一指气使 徐清安亮出金牌 我现在是陛下钦典的主办官 今儿起咱们就各论各的 我管你叫头 你管我叫大人 头 帮大人去请两位银罗 李玉川郁闷的走了 各论各的 总觉得哪里很奇怪啊 镇邪堂的银罗姓杨 明峰 是个皮肤有黑的高瘦中年人 眉心有一颗黑色大志 金玉堂的银罗 则是个满脸落腮糊的汉子 叫闽山 脸颊又一道斜斜的刀疤 瞧着分外凶恶 再加上春风堂 李玉川 三位银罗 外加十二名铜锣 很快就在院前集结 按照衙门的风俗 出行办案前 要在前院集结 由主办官带头训话 鼓舞人心 同时 也是做给其他打耕人看的 许清安单手按刀 身子笔挺 目光锐利 昨夜桑坡发生爆炸 永镇山河庙被毁 陛下龙颜震怒 命令衙门半个月内 查出真相 抓住贼人 我奉陛下口谕 亲自追查此案 而等协同办理 务必全力以赴 报答黄恩 许清安心里补充了一句 办好了 会所嫩摸 办不好 菜市口 砍头 是 众人齐声说道 因为都是杨燕手底下的银罗 铜锣 大伙还算听话 只是有些不服气 想着许清安 你一个小铜锣 哪来的经验和能力处理 这么大的事啊 也不知道陛下怎么会钦点 他为办案主官 离开大耕人衙门 翻身上马 一脸落腮胡的 敏银罗问道 徐大人 我们去哪 当然是去现场 一行人策马赶往皇城 选择了最节省时间的路线 横穿皇城 其实也可以绕过皇城 去勘察现场 徐清安倚仗金牌在手 怎么省时间怎么来 在任何案件中 争分夺秒是第一原则 在禁军的带领下 打耕人来到桑坡 这里景物大变 连接岸边的长廊 已经在爆炸中摧毁 狐心的汉白玉高台 也凭空消失 桑坡水面干干净净 什么都没有 谁能想到前几日 还曾在此地举行隆重的 祭祖大典 湖边停泊着一艘小舟 徐清安说道 我们几个过去看看 得下水 徐清安率先月上小舟 悄悄的伸入怀中 扣动玉石小镜背面 倾倒出大如赠送的魔法书 撕下其中一页 拽在手里 其他银罗随后上船 留下了十二名铜锣 与一列进军在岸边 李玉船摇着讲 滑到了湖中心 高寿的杨峰杨银罗 看了许清安一眼 突然说道 徐大人 我下去吧 那你就与我一起下水吧 说着 引燃了纸张 开启了忘气术 呛的一声 他抽出沸刀 叼在嘴里 纵身跃入水中 冰冷的湖水 刺激着毛孔 一串串细微的气泡 从许清安 叼着的黑金 长刀的嘴角里冒出 他竭力睁大眼睛 观察着水底的情况 汉白玉高台的地基 一直延伸到湖底 高台坍塌的断裂口 距离水面有一丈多 暗流涌动的声音传来 许清安回头看了一眼 是杨银罗跟了上来 皮肤有黑的杨银罗 同样观察了一下 汉白玉高台的坍塌情况 心里立刻有了判断 他把自己的推力压在心里 打算上岸后 试探一下 这个被围以重任的小铜锣 这时 杨银罗发现 许清安顺着汉白玉高台的地基 往水底潜入 他赶紧跟上 越往下 实现越模糊 到最后只剩下漆黑 杨银罗便不再跟随 自己扶了上去 哗的一声 他跃出水面 爬上小舟 一边运气 蒸干冰冷的湖水 一边环顾众人 许大人朝湖底去了 那里一片漆黑 什么也看不到 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